中南设计院的设计师说 我想了我设计这个体育馆 我想过很多它能干啥 唯独我就没想过它能占院 谁也没想到会把它能用到 这个大规模传染病的手指上 全世界都没有 这是中国的首创 王健是国家卫健委医馆中心主任 新冠疫情爆发后 他被派往武汉参与防疫总击战 2月初武汉疫情形势严峻 全国确诊患者中40%集中在武汉 更多的患者涌入各个医院的发热门诊 医院一床难求 医疗资源严重短缺 控制疫情最紧迫的问题 是如何实现应收尽收 应治尽治 汶川地震以后 建了22个国家级的紧急医学救援队 迅速展开帐篷车辆 完了来做一些外科的手术 当时孙总理就提出来 有没有可能用这个方式 因为全国22只方舱医院加起来 全部展开了能有三四千张床 但是三四千张床对武汉当时的情况来讲 也是属于杯水车薪 后来中国医学科学院的院长 王晨院士就提出来说 能不能把体育馆 厂房 这个展览馆 把它改造成大流量 快速能收住病人 中央主导组就是把这两个建议整合了 用武汉当地的资源改建 用全国各地的医疗资源来配套 把方舱和医院整合起来 就变成方舱医院 2月3日提出建设方舱医院的设想 当晚王健和武汉市防治指挥部一起考察了汉阳国际博览中心等场馆 但把体育馆展览馆改建成传染病医院 没有先例可循 也没有任何经验可供参考 大家说有体育馆 有这个展览馆 怎么建 建成什么样呢 谁也不知道 所以当天晚上就是把 承建这些展览馆的设计院找来 原来谁画的图 把谁找来 找医学专家提 你们对传染病的这个方舱 有什么样的要求 三驱两通道怎么设 病人能装多少 包括这一系列的水怎么办 电怎么办 大家就在这想 想象中怎么来做 最后就是用这些最简易的办法 最快捷的办法 来搭建人为的 给它搭出来 污染区 搬污染区 清洁区 给它改建出来 医生的通道 病人的通道 就在方舱医院紧急施工过程中 22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 也接到命令 从全国各地向武汉开进 最远的一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 从新疆石盒子出发 配备有大型的CT 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车等设备 经过29个小时的建设 2月5日 武汉市第一批两家方舱医院 正式收治病人 但当第一批患者进入方舱医院后 对这里却感到不信任 5号的晚上11点开始进病人 各个社区动员不出来 病人不去 尤其是一些从医院转来的病人 从医院里边两人一间 三人一间 一下转过来 两百人一间 三百人一间 病人感觉到 从这个五星级的宾馆 一下就到了大车店那种感觉 所以就出现了一些 这个不和谐 不愉快 要求回医院 抱怨说是 这是这个 政府把他们骗了 放弃他们了 病人抱怨方舱医院条件简陋 对治疗效果感到怀疑 这时 方舱医院紧急印发了一本 方舱医院手册 流传到患者手中 这本手册在患者中间流传开 对于稳定患者情绪 起到了很大作用 我们当时是给医务人员发的 但是没想到 这个医务人员发的时候 以为是给患者 就给了患者一本 患者看完一看 说是武昌方舱医院 里边有华山医院 有湘雅二院 有中国一大一副院 等大家知道 这个消息以后 迅速在这个病友中间传开 说这不是政府不关我们 而是政府派了 全中国最好的医院 最好的医生 来管我们 知道这个消息以后 很快 病人的情绪就稳定了 随后 武汉市陆续开辟的 14家方舱医院 方舱医院患者的 费用标准提高到 每人每天150元 还为患者提供热饭热菜 羽绒服 垫褥子等保暖用品 另外 方舱医院每天 为清症患者发放中药汤剂 还有专门的医护人员 带领患者做体育运动 放松心情 如今 武汉市方舱医院 已经全部修仓 武汉市方舱医院 累计收治了11300余名患者 治愈出院7000多名 转院3000多名 实现了方舱医院患者 零死亡 医护人员零感染 治愈患者零回头 我们现在也在 给中央也在建议 比如说我们现在 是不是各个省 都要要求 要建立一支 国家级的 紧急学救援队伍 那我们现在就要 补短板 把这没有的 赶快要建起来 我们要立国标 什么叫方舱 方舱医院 怎么组成 方舱医院的功能 有几大板块 这些板块 在不同的情况下 应该配处 什么样的设备 什么样的人员 有什么样的措施 等等等等 要组织专家 进行深入的研究探讨